大家好,我是天天 今天分享一个面粉好吃的做法 不用二次饧发 松软又酥脆,好看又好吃 300克面粉里面加入3克的酵母粉 2克的白糖,促进酵母发酵 用180毫升的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面团揉好之后 放在面板上,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片 擀好之后,倒入一些食用油 用刷纸刷均匀 再撒一层食用盐 最后撒一些干面粉 从底部卷起来 切成5厘米的长段 切完之后取一个面剂 再从中间切开,一分为二 两个落在一起 用筷子轻轻地按压一下 再把筷子放在面剂的下面 用手捏住两头 筷子转上一圈 这样一个花卷的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放在平底锅中 盖上盖子自然醒发自两倍的 清好之后明显已经膨胀变大了 开这小火 烙上三分钟 烙至底部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沿着锅边淋上少许的食用油 再倒入一些清水 没过花卷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开中小火 烙六分钟左右 把汤汁收干 关火之后再焖上三分钟 打开看看 哇,闻着好香啊 看着也非常的漂亮 撒上一把漂亮的葱花 和一些黑芝麻点缀一下 美味的花卷就做好了 看着就很有食欲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利用一个平底盘 给它取出来 底部焦香酥脆 里面非常的松软 还可以一层一层撕着吃 这样做的花卷 不用提前发面 一次成型 现吃现做 新手也能一次成功 比蒸的更好吃 喜欢的朋友 你也在家试试吧 好呀 不愿意 转送